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用很难听的话语辱骂热起母亲罗某 因此前她就与家人关系紧张 这一次 家人觉得任无可忍 并对李某进行加把处置 随后 李某的母亲 大哥 二哥 FD 以及李某的继父 用捆绑 棒击等方式 将李某杀害 目前 所有涉案人员已被采取强制措施 国内一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 昨日闭幕 个人所得事把修正案草案 并未提请本次会议表决 草案修改后或将再审 二 昨日 我国三大移动运营商 宣布自己愿意预期 取消流量漫游费 新老用户室内流量升级为国内流量 三 教育部日监强调 要对高校生合理增负 提升高校生的学业挑战度 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和专业秩序 严谨出的现象需改变 四 针对美军机在东海遭中方船只激光武器攻击 多达二十多次这一报道 外交部回应表示 该报道中对中方的指责毫无根据 纯属捏造 五 国家药监局日前表示 已出台简化境外上市新药审批政策 快速审批了一批境外新药 境外新药上市时间 各缩短一到两年 六 最高法日前表示 将把信用层建同国家信用体系建设结合起来 健全完善不敢逃债 不能逃债 不愿逃债的制度体系 七 台煤车 中国自2017年宣布 不再进口洋垃圾后 一份研究指出 未来12年内 全球会有超过一亿多的塑胶垃圾袋解决 突围深圳海关在码头组织销毁行动 八 审计署日前发布了去年保障性安居工程 跟踪审计结果公告 有276个单位或个人套取挪用 或骗取欺占安居工程资金 25.67亿元 用于其他非公共项目支出的 国际一 白宫日前公布政府机构改革方案 根据该方案 教育部将与劳工部合并 新组建经济增长局 多个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将被整合 2. 美国一大选民调结果显示 66%的美国人认为 尽管该国总统特朗普在朝鲜问题上取得进展 但他还是不配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3. 菲律宾总统签署新法令 将来2000安民患有精神疾病的公民及公免费医疗 数据显示 该国平均每天有7人自杀 每5人中就有1人存在某种形式的心理障碍 4. 过去20年 英国大学一等荣誉学士学位的授予量大增 专家认为优等生太多 可能会使大学还尽量贬值 5. 日本辅导大地震过去7年 当地人希望在巴生和泄露事故的辅导第一和电站附近发展和旅游 以此复兴故土并缓解辐射恐惧 6. 韩国年轻人最近流行拍一照 对于这种令人费解的行为 很多年轻人解释说 希望通过一照来鼓舞自己向死而生的勇气 7. 全球时刻旅游 最危险国家排行榜近期出路 5. 泰国未居榜首 去年 近四分之一的保险索赔是被泰国完成 8. 世界资源研究所 日前发布报告称 地球上森林的消失速度正在加快 全球每年损失的森林面积 当于一个奥地利 社会民生一 南方航空 日前发布新规 所有时到所够机票均衡官方退改 费用两小时到账 同时退改实现全流程自动化 费用公开透明 二 世界杯期间 重庆于卫义男子 因母亲闲场不让看球 产生去俄罗斯就近看比赛的想法 因机票贵且出国手续复杂 经望图穿越边境 结果被查 3. 这将以脑炭小伙 在优秀时指 每分钟只能敲出十多个字的情况下 9年来敲出了210万字的小说 他说 被大家认可是高兴的事情 4. 成都医保杰阿姨 日前在清理小区垃圾时 发现一些河里面 竟然有了一只小鳄鱼 随后赶到的动物园工作人员表示 根据经验 您是有人养来做宠物的 5. 安徽的马某 像靠包比特币挣钱 大200多台机器不间断运行 每天光电费就需6000余元 为降低成本 他一个月疯狂窃电15万度 目前 他已被伊法勤士拘留 文化体育医 世界杯 巴西二比林圣哥斯达尼加 库地尼奥和内玛尔不是分别建功 尼日利亚 二比林冰岛 穆萨梅开二度 二 新疆球员阿布都沙拉姆 将代表用事对征战今年的夏季联赛 这是继周期和丁燕宇航后 第三位确定参加夏季联赛的中国球员 三 北京宝利 2018春季艺术品拍卖会 日前以28-06亿元的总成交额落垂 本次拍卖会共有三件拍品成交破亿 50件拍品成交额超过1000万元 建龙皇帝以胜为一的同志宝喜寺 全国青年美术作品展 日前一线抄袭风波 亦参赛这作品国风 与另一作品相似度9成以上 目前 中国美协已将作品下架 历史上的今天 1.1662年6月23日 中国明星之际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正成功试史 2.1894年6月23日 国际奥林品测运动委员会成立 3.1946年6月23日 上海群众举行反内战示威游行 把全国反内战运动推向 predicted